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计算机的核心部件 Central Process Unit 它的中文名称叫做中央处理器 通常我们把它简称为CPU 它是一块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芯片 主要负责数据运算和系统控制 其重要性相当于人的大脑 我们来看看CPU的构成 CPU的这一面是触片与主板电路接触 中心是CPU的核心 另一面是封装外壳 上面标注了厂商、型号、主屏等信息 CPU主要生产厂商有 Inter公司和AMD公司 Inter公司的CPU主要有 I3、I5、I7系列 AMD公司的CPU主要有 闪龙、速龙、翼龙系列 CPU有很多参数 主要参数有以下几个 主屏 主屏它是CPU的时钟频率 如1.8GHz、2.4GHz 一般来说主屏越高、性能越强 核心数量 指CPU内核个数 通常分为单核、双核、多核等 同主屏情况下 核心越多运算能力越强 缓存 它是位于CPU和内存之间的临时存储器 包括一级缓存L1、二级缓存L2和三级缓存L3 可以大幅度提升CPU性能 下面来看看缓存的工作原理 观察一下图示 1.CPU读取缓存数据一般只需要2到4纳秒 读取内存数据最少需要120纳秒 图示2展示出了缓存的工作原理 当CPU要读取一个数据时 首先从CPU缓存中查找 找到就立即读取并送给CPU处理 没有找到就从速率相对较慢的内存中读取 并送给CPU处理 同时把数据所在的数据块调入缓存中 可以使得以后对整块数据的读取都从缓存中进行 不必再调用内存 证实这样的读取机制 使CPU读取缓存的命中率非常高 大多数CPU可达90%左右 也就是说 CPU下一次要读取的数据 90%都在CPU缓存中 只有大约10%需要从内存读取 这大大节省了CPU直接读取内存的时间 也使CPU读取数据时基本无需等待 总的来说 CPU读取数据的顺序 是先缓存 后内存